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四川女孩小王在西昌长大 刚从英国参加毕业典礼归来 她怎么也没想到 在过去三个月内 她先后经历了疫情 成都地震和西昌山火 并因此上了微博热搜 去年八月 小王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完成学业 回到四川成都的家 年初的疫情打乱了她找工作的计划 只能宅在家里 却被成都突如其来的5.1级地震惊扰 2月中旬 她到英国参加毕业典礼 回国后得知 国内出现一起输入性病例 正式来自布里斯托 担惊受怕的隔离了14天后 她回到老家西昌 却遭遇森林大火连夜撤离 4月2号 小王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感慨 我觉得既不幸又幸运 不幸的是 我几乎每一步都恰好 踏在了灾难发生的节点上 幸运的是 虽然每件事情刚好都经历了 但都有惊无险 很多事情是你控制不了 也避不开的 把每一天过好很重要 有没有 感谢大家估认